每天我看見各式各樣的表情 微笑 大笑 焦慮 專注 嘆氣 激動 哭泣 憤怒 各式各樣 我們上山去看夜景好不好 九對結婚 七對離婚 什麼 這個月總共有九對結婚 七對離婚 所以這個月這樣算還不錯 也許吧 很難說 這什麼 什麼什麼 沒什麼 結婚是這樣的 我看過有人哭著結婚 有人感嘆著結婚 也有人結婚激動得要命 離婚呢 激動的人不少 我看過感嘆的離婚 我也看過有人笑著離婚 人們一定是彼此了解才會結婚嗎 離婚的人看起來似乎更了解彼此 我們上山去看夜景好不好 太遠了啦 我們都要合體外面三三步就好了 這個月總共有五對結婚 八對離婚 這麼慘 因為終於了解彼此所以才離婚 這應該算是一件好事吧 好像也有道理 所以這是什麼 有蚊子 早知道去山上看夜景嗎 那我們現在去山上 沒關係 停在這裡就好了 我在一張紙上加加減減幾個字 然後一段婚姻就開始了 就結束了 但那些複雜的表情呢 那是怎樣的心情 不無法解釋 也不干我的事 我的工作 就是完成他們的戶口名簿 這個月幾對結婚幾對離婚 這個月我沒有算 因為算了你不會有答案啊 只能知道未來到了你會不會幸福 但是我有算 你已經把它放在這裡第三次了 我想說你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就沒拿出來 會不會有一天 你就疼得不耐煩了 我還不知道 怎麼辦 等到不耐煩的時候 我再拿出來就好啦 好 姨爺 你要辦什麼嗎 我太太不在啦 該怎麼辦啊 你有帶戶口名簿嗎 姨爺 這個要辦死亡登記 然後辦出口 最後會有一個新的戶口名簿給你 這名字可以留下來嗎 可以啊 只是程序還是要走 不然那個如果超過三十天會違規喔 我趕快要辦一個新的給你 舊的你可以留著 輸入資料的時候 我才發現今天正好是第三十天 原來爺爺知道整個手續 應該怎麼辦 但他硬是等了整整三十天 硬是把奶奶 多留在身邊一個月 才在晚上八點 在事務所關門的最後一分鐘 面對這場離別 奶奶跟她分開了嗎 她已經把她 小心地收進袋子裡了 我看見我從來沒看過的表情 就只是靜靜地面對一切 把握一切 把握不了的 就接受一切 來吧 怎麼了 所以你今天有帶嗎 什麼 這就是靜靜等待的表情吧 而我 為什麼讓對方等待呢 我願意 我今天看到一個爺爺 讓我想到一個老時候的樣子 看起來很冷嗎 很冷 我今天看到一個爺爺 那你要照顧我 原來是我自己要勇敢伸手去裝 然後 你好 幸福才會在我的手裡 我們要結婚 幸福 在未知的未來裡 你得要先信任 只要信任了 那就勇敢向前去 我一直看著《男人的眼神》 她們在我看著 這וש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